85.香港經濟日報 中國基金一週給資千億破紀錄 2015年7月11日要問A03麥德名譚志偉董曉兒內地震金白銀 股市 七月首週中資股給資額破紀錄 正流入130億美元 但內地資金粉湧入市 外資未見僅除 從戶股通 香港上市的A股 理財產品三大方式撤出 單計戶股通 本週以走資源500億元 內地全方位出支護航 中港股市過去兩天初見轉機 綜合市場異見 外資基金仍未大舉買進 主要原因是政府托市未完 預期短角洲 媽展融資雖然反映平倉情況已大幅放緩 但兩融餘額在1.44萬億元人民幣水平 仍然高企 其次是憂慮的市對經濟造成衝擊 昨天上證指數升近4.5%下 貼一度重上25000點關口 收市報24901點 升508點或2.1% 成交額由前兩天如2千億元 回落至昨日1802億元 總結全州 磁營敵1049點或4.02% 據富瑞寺報告 截至本週三 七月八日 中國基金一週內淨給支126.5億美元 單計 ETF 就破紀錄給支130億美元 較上週紀錄45億美元 高出近兩倍 舊市錢買內地藍籌股 ETF 內地過去兩週大舉舊市 並從藍籌股 ETF 光環A 計會金公司表態入市 21家內地勸商也承諾合適1200億元人民幣 扣入藍籌股 ETF 彭博數據資料顯示 自週三至一週 中港上市的A 股 ETF 都有大量資金湧入 華泰柏稅核心300 胡 510300 華夏上徵50 胡 51050等 五家內地 ETF 期內給支1031億元 香港方面 南方A 50 02822 華夏核心300 03188 期內合計給支近80億元 不過中港股本週波動加劇 外資做胡股通 香港上市的A 股 ETF 撤出內地股市 胡股通一週走資504億首先 胡股通過去五天共走資403億元人民幣 約504億港元 為開通以來走資最急的一週 累計投資額度減少至1316億元人民幣 胡股通以外 個別A 股 ETF 過去三天 累計走資約50億元 據港交所資料 南方A 50過去兩天開市前的基金單位都見收縮 反映週三 四兩天共走資28億元 南方東英發言人指 走資除了因外資對後市意見分歧 近期基金較資產淨值值陽曠闊 也引發資金二級市場買貨 一手市場贖回 並指即使昨日基金價格回徵 仍見走資約20億元人民幣 基金研究機構 過去兩週 人民幣計價的中國 給支額急增 相反境外中資股 ETF 就此見資金撤走 升展 港理財產品為那或有變香港散戶資金 也見從A 股撤離 升展 香港 行政總裁龐華偽稱 早前股市大旺熱令其理財產品銷售生意大增 當中不乏A 股相關產品 但近一股市大跌及異常波動 客戶風險為那或會有變 或會在銷售上遇到逆風 大通 大通 何故市大臨 上 頂 大通 在